中科院在上午十一點左右 試射了一枚飛彈 而這次的試射行動 是中科院排定 從今天開始到九月七號 要在屏東九棚基地 測試最大彈道高度 無限高 南北距離 達三百公里的飛彈 而至於飛彈的種類 按照網例不做評論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飛彈在九棚基地 一次使五度角 向東方海域來發射 飛彈直竄天際 在十一秒之後 就消失在雲層當中 印證公告管制範圍 東至蘭嶼 綠島東方的海域 北邊是到宜蘭東方海域 南北距離長達三百公里 最大彈道高度無限高 而至於測試的彈種 外界推測是天宮三 增程型防空飛彈 雄準長程雄翼飛彈 還有雄二一增程型雄翼飛彈 都很有可能 中科院的回應表示 各種國防武器的研發和測試 都涉及到國防機敏事項 所以不予評論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